马英九是得分的 甚至他台湾总统 中华民国也都说了 所以塔律班现在 持续焦虑中崩溃中 只能继续出征扯后腿 除了我刚刚提到了张博洋 就是抓马英九这个找到了 可是刚刚波基分析的很清楚了 林俊宪委员怎么说 他说同样是鞠躬 沸沸获得的关注 居然比马英九大得多 因为沸沸逃亡是新闻官员 居然对沸沸以体裂对鞠躬 也是新闻 马英九老是想往中国大陆跑 这不是新闻 大家都知道是又何必 浪费时间在看呢 还不如关注我们的动保政策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这才是有意义的讨论 舆论反应会这样合理不过了 就网友就直接呛回去说 你不要再蹭沸沸了啦 丢脸 政府议长一次会选案 你表态了吗 谴责了吗 真的佩服你们 民党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而林楚英委员也说 马英九提及了中华民国 其实是掐头去尾 拐弯抹角 想讲自己呢 是前总统的时候又欲言又止 他非常失望 而且呢 他说 他提了民国也提了中华 就是不敢正面对决 自己国家的名称 而在南京总统府的时候呢 想要自称中华民国总统 都是拐弯抹角藏在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 而这个陆委会主委邱泰山说 毕竟马英九还是有前总统的身份 对啊要给他一定程度上的礼遇啊 而且顾及台湾这边有观感上的反应啊 直呼名字应该有为正常礼数 怎么会连马先生都没有 这比较奇怪 那么我只能说 马总统的忍受力也蛮高的 可是昨天在立法院我们看到 立法委员李桂敏在咨询陈建仁院长的时候 就说陈建仁曾经提过 希望马英九到中国的时候 能够说出中华民国 而且是以现任元首的身份 马英九今天都做到了这样的表现 你满意吗 陈建仁没有正面回答 他说如果是这样 中国应该以国家前元首的方式 接待马英九 这才符合国人期待 所以李桂敏又追问说 当别人做到你们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要给他个赞吧 陈建仁就说好 反正请教 明哥现在就是怎么样 瑞云我说 已经到了这个左之右处 逻辑错乱逻辑死亡的地步了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没同体心 怎么样 你们不知道 这几天三立民四自由 他们心里有多苦吗 你要知道他们本来的 就是买一个飞行 他们以为满地都是子弹跟枪 还可以用力减腐蚀即逝 可以拼命的攻击 结果没想到是自己被打了满头包 你现在看这种心情是多苦 那现在又很痛苦 要不要去接机 所以他们现在就只有 只要选择式的幻听 你知道 他们真的 就是只要马英九讲到台湾的 讲到中华民国的 然后证实自己身份的 是总统身份 他们一概都当然听不到 于北辰昨天最经典 讲 没有马英九明明都讲了 他是台湾总统 也讲了他是中华民国总统 于北辰说我都没听过 害我投你两次票 我非常失望 你是见鬼啊 是怎样 奇怪我记得于北辰是 步兵不是吗 他不是炮兵吧 不会是因为听炮声拼带 都已经耳聋了吧 所以 有必要这样吗 然后呢 他们就 昨天就纠结在刚刚 杨明讲的那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那边一直扯 然后马英九讲的 其他的东西完全不提 提都不提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就知道他们心里头 多苦闷多尴尬 他们心里头一定 我说真的 他们心里头一定 那个OS一定是圈圈叉叉 马英九你把我害得好苦 还有我知道 不断地挑 然后一定要去挑 马英九间隔 我跟你讲 现在马英九 呼吸中间的间隔 他们每个都很仔细听 不然怎么办呢 我跟你讲 在民进党的标准 就是马英九不管做什么 他都要骂到底 就是他管你讲什么 马英九只有讲一 只有出现一种情况 他不会骂 就是马英九一下飞机立刻喊 中华民国换税 洗礼品去死 然后被枪毙了 他们最高兴 然后这个时候 马英九就被挤爱荣了 就是这样子而已 他们要的就只是这个 其他他都不要 其他不管马英九再怎么做 他们都是要骂 对啦 对啊 像今天马英九讲说 我是中国人 他们也把他骂一顿 臭骂一顿 所以你凭什么讲 你是中国人 这样出卖台湾又怎样 奇怪了 我们不是中国人是哪一国人 那些说我们不是中国人的 麻烦你现在立刻拿出 你的中华民国身份证 把他撕掉 然后宣布你退出中华民国国籍 好不好 如果没有的话 你不是中国人 你是哪国人 你告诉我 台湾国在哪里拿出来给我看 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吗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已经做的 我说真的啦 他去之前 来赢的一大堆很多提心掉的 想说这个家 不知道会把我们害得多惨 结果他现在这次去 我觉得表现已经算 非常非常优异了 我说真的 他比绿营人最喜欢军军乐道 说赖兴德去的时候 怎么讲怎么讲 其实马英九这次 远远超过赖兴德那次 所以这还有什么好说 马英九你要批评他什么吗 我觉得真的没什么好批评 他该做的都做了 而且说真的 他也没有管你 因为中国大陆是想要 压住他的威风 老实讲我个人觉得 中国大陆这种做法是小气 他想要去压住他 可是问题是马英九没在甩你了 老子就继续讲 不好意思 有种就把我抓起来 那老公也不可能做这种事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也希望对他能够务实一点 也就是你要知道 就是这也是世界上的事实 台湾毕竟还是一个 政治实体的存在 你不可能因为你们不承认 台湾就消失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两岸应该要 更多的交流空间 也不要彼此对对方 忌讳成这个样子 这样子对两岸之间的交流 是有害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 其实整个马英九去 访中国大陆的过程当中 最丢脸的就是民进党 还有他们的侧义 像一个一个 就完全像小丑一样 你知道每一次只要他们 不管林俊仙也好 王定宇也好 陈伯威也好 然后什么张博洋 什么吴星代 这些每一个出来 你在网路上被人家骂翻了 因为丢人嘛 你们就是鸡蛋有挑骨头 现在大家就看游览 那个游览车是不是 要载到桃园去接鸡啊 是不是 而且他全部台独分子 这其他人不可以去 我跟你讲 他们到时候还是会去接鸡 会接鸡 接鸡 这次鸡蛋很贵 可能不会给鸡蛋 可以别的 不是很贵 买不到 对啊 他接鸡没有说要欢迎你 我只是去接鸡 当初那个选者是说 是接鸡去欢迎他的 他说是迎接你 我们这些独派教授 全部到桃园机场去迎接你 只要你讲 赢华民国四个字 迎接啊 迎接没说欢迎哦 迎接是迎接啊 我迎接把你凑干一对 就是可以啊 我跟你讲 反正这些人 基本上是一个没有逻辑 也没有原则的一群人 他们要的就只是 宣扬他们很无聊 而且完全是邪教思想的理念 我个人认为 主张台独是你的自由 毕竟我们是个多元的国家 可是当你把所有东西 都变成信仰 只要跟你的信仰不对的 就是妖孽的时候 你这种想法 本身已经变成邪教 那民营党现在已经完全邪教化 然后他旁边这些侧翼 根本就是一堆鸡童 我就说每天都在乞党 我说真的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是很乐意 看他们继续这样邪教下去 因为 我说真的 如果我有小孩啦 可惜我没有 我希望台湾下一代 一大堆应该要去考心理医生 接下来生意一定接不完 因为这些人都疯了 我们就等着看啦 这是名嘴 政治财经评论 许许为致 说在节目上讲啊 拜托你马英九 喊中华民国四个字 我们找整个台派 我们这些独派的教授 全部到桃園机场去迎接你 徐晓星就说 好喔 好他是不是要 游览车是不是 他要资源赞助游览车 那刚刚黄敬平也说 他也会再赞助五辆游览车 网友就呛说说话要算话耶 三立民事继续讨论沸沸就可以了吧 只是去接机又不是打仗 不难吧 还有独派冒号说 哎呀可惜我们都驻美国 那台派说保障言论自由 说说不行吗 可是在今天的静周刊 来看到在此时此刻 有这篇报道 就是48名退降卷入共谍案 记组抗日纪念是同一套 套路搞统战 这跟马英九到中国的行程 根本是神父制 最顶级的家常好滋味 海皇顶级冷压出炸麻油浆 严选传承三代顶级黑麻油 及台东小容器做高品质老浆 四季滋补 又料实在 简单一池 零厨艺便能料理不失手 小容器做高品质老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